今天是珍妮区周期补选提前投票日 由于疫情还没消散 因此我国也迎来了建国以来 第一场新常态的投票程序 是的 那选民除了被要求量体温戴口罩 用消毒液来洗手以外 另一个新的防疫措施就是要戴塑料手套 选委会指出7月4号的投票日 以及往后疫情下的选举都会采用这套方案 经过10天的竞选期 珍妮区补选今天迎来提前投票日 也是我国首场在新常态之下举行的投票 提前投票从今早8点开始 直到中午12点结束 17名提前投票的警员在珍妮警局旅行选民义务 也对外示范了新常态的投票程序 根据官方规定 所有选民必须戴上口罩才能进入投票中心 来到投票室 当局会测量每个选民的体温 只有低于摄氏37.5度的选民 全了墨汁 当局就会要求选民戴上一次性手套 以便进到投票室投票 而所有的程序当局都会要求选民保持一米的社交距离 对于新常态的投票程序 选民没有怨言 反而觉得很简单 同时也是个宝贵的经验 中午一点投票中心的投票箱将被带到巴洛西奈警局 选委会将在7月4号投票日和其他选票统一计算 以临选珍尼市州议席的新人民代议事 经过一连串的投票程序 消毒专员会全副武装到投票中心全面消毒 确保环境安全 宣委会对今天的投票程序感到满意 并宣布7月4号投票正日和往后疫情下的投票活动 都会采用同一套措施